你能否驾驭这个发型 味道很重要 他们当然也是开饮 我们就不要入侵了 站位防止对方入侵就行了 可能我的颜值和发型不成正品 太帅了 但发型并不好看 所以你才会觉得发型好脆 也没道理 有道理 想要再来一发吗 全军出击 你们想好警察呢 还是坏警察呢 感谢我用今夜坐洗面奶的飞机谢谢 洗面奶 感谢狗脸样儿儿的飞机 我找你的飞机 就像我一样都没有饞机 树山 这么大鸟 他应该不会来烦我 他也 抬影反的话 还不太强 杀到我们塔下去了 哇 差距有点大呀 死级了 上路和谐的话可能没了 很好打断 那我有机会来 其实把他换了也不亏 舒服呀 我还死不了 很好 回家咯 往我这边跑来 管束吸血 我面一刚一刚好 一二好非常好 我溜了 我保不住 兄弟分开走 你往左我往右 卖你救我 好 过去 不好意思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 哎呀 回家 我们下路的野怪 刷了 赶快 数六啊 数六 这个凯影被我刚才 红bub烫死了 我吃了两个桶 很舒服 哇 这个伤害好高 哎呀 他们下路太猛了 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帮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确保过去帮啊 要有效果 不然的话 我也会崩 所以呢 我们到六级再帮吧 打野这个位置呢 一定是帮优不帮略 帮优势不帮劣势路 因为劣势路会把你 自己帮崩的 所以尽量的选择 优势路帮 除非你的发育非常好 确定你能帮得动再去 那么我们如果遇到 队友是劣势路 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放任他 让他猥琐就好 这是比较合理的 气局宝帅啊 这个中午可以 滑一下了 我们 扫描一下 我怕漏头了 炒外蹲 这波给他展示的是炒外蹲 现在这个凯影看到我 他是打不过我的 我的伤害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到他的野区 插个真意 他来就可以把他打跑 看来是不来了 那我们直接打 下路不见了 要当心 好 再上路 这个下路我们就可以帮了 这一波就可以帮了 因为第一 我们到六了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提升 第二呢 他的打也是在上路 这就可以帮 你们不上吗 你们这个 让我很尴尬 让我很尴尬 你说我 怎么帮他动啊 好 挺出来 非常好 非常好 冲塔强杀 跟他硬换 不跟他多BB 打出风采 强势 不给他吃经验值 对了 包他 他死了 非常好 这一下就把他搞崩了 我救我 我的意马上好 我也吃 吸口水 他的男枪不见了 来了 过来了 看施甲虫还是要吃的 好 溜了 不能从这里走 男枪会赶到 我来 你帮我那个什么 好 掩护一下 没事了 这里肯定不能走的 男枪要到了 好 这一波一下就把他们下路搞崩了 这损失就大了 大了 德莱文三个头 被冲塔强杀 丢失三四波兵 这开玩笑 这个损失就大了 一下抓捧 气质 气质刷吧 好的 诶 干啥 继续刷 我们把木人做出来 上屋被抓了 这个死了 救不了了 哎 没死掉 他有闪 好 那这一波呢 我们可以 开音追到这里来了 那他必须得死了 可能要换点 我 可以 打赢了 塔姆还是肉 塔姆还是肉 这开音上头了 这个肥奥娜 我们可以抓一下 这个肥奥娜 这一波绕后 他肯定是 好像看到我了 这波我们得隐身 上 先缓速 再缓速 想好了吗 怕是 没有想好 烫死了 哎 伤害计算非常精准 我超了 我只要闪 平安A出来 他闪就没有用了 那肯定是飞尸 因为我们有红buff的 木刃够了 再来一个攻击 我们可以控龙去了 木刃一戳 伤害就变态了 我们下路打不过 中路也打不过 人头很多 但是也都是上野死的 所以其实他们 并不是劣势 表面劣势 这波非常需要我 但是我没有到 爆炸果实很重要 我将可以省个亿 我虽然被看住 但是不重要 幻速 有个Q 非常好 这波他们就必须 得卖一个 撤一个 没关系的 我拍你一眼 你敢来找我吗 找我的话 就能秒你 没想好 这个伤害 你现在可能就懂了 什么叫孤立无援 这波我要小心他们的打野 看我有隐身 拉出来一点 没有惩戒 还是敢打 我们的伤害太高了 非常好 先去他的野区 他的红要刷了 先拿他的红 他的打野在上路 4比12 这一波他们下路一阵亡 优势就出来了 来一波正方形刷野 把他野怪都都给吃了 刷一波正方形在地图上 下路咱们就不抓了 这时候可以考虑峡谷了 队友要抓下 那可以 来我们一起 被研发现了 被研发现了 没有意 我不太好处理 我先溜 我没意的 我先吃一波这个 想好了再追我 我孤立的话 伤害非常高 你看这波我撤 我不是的话要被潘森定住 悬婴住 我还是杀不了 打一套就行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先去吃一波峡谷就很聪明 像这种 没有结果的战斗就不要打了 浪费吸干 可以先吃峡谷 我们的宗旨是 刷光敌人的野怪 让敌人没有野可以刷 这种打野就很强势 对面就发育不起来 我们去吃医学塔 给他一套铺力 直接秒杀 你看看 这个伤害有点恐怖 我怎么说恐怖 你看看 这就非常的 变态了 这个发育 回家 第二件装备 我们可以选择 第二件装备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出个鞋子 这一盘忍者足距是不用想的 然后再来一个 这个东西 防一手控 防一手这个潘森 第一波进场潘森定我 上方加点血量 卡扎丁 欲哭无泪 给他一个蓝 这个其实 不重要了 在这种情况 我没有意 我意好了 这个其实 在这种队局里面 在这种队局里面的话 我的所有队员 应该服务于我了 对吧 这个道理应该懂 就是 这一盘谁能 你肯定就要 以他为中心来打 对吧 因为收益很大呀 对不对 现在我吃一个蓝buff的收益 可能是卡扎丁的5倍 对吧 所以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蓝的 正确的理解是这样 但是不代表路人他可以理解 对吧 很多时候路人他可能不理解 他就挂机了 或者吵架 所以呢 我们如果队友需要 你就可以给他 卖掉是很正确的 这波攀生的处理非常的好 第一时间卖 这个并不是卖队友 这个是止损 将损失 减到最小 降到最低 不好意思 转 这个 炸壶 炸壶 我也我也不知道他在这里 他们崩了 这就崩了 这时候他们就崩了 大招刮死了 这个大招厉害了 没想到 没有孤立 你看 这波我们就撤了 如果有孤立 直接就冲塔抢杀 没有 小兵来了 他身上那个圈消失了 你就不要再上了 因为这时候你的伤害非常低 有孤立很没孤立 他的伤害区别呢 你可以大概 把他换算成1比3 所以下次大家在玩的时候 该不该上 伤害大概是多少 你们心里有数了 1比3的伤害 你本来一套可以打100 那么你孤立就是300 打野 有点糟糕 有点糟糕 我还没办法 这个才没办法 吸口血等他的红刷 我们现在非常的 嚣张 在这边也许横着走 有点糟糕 感谢 兄弟分开 卖你救我的飞机 谢谢 卖你救我 感谢 回家补一波装备 这凯隐他怎么 闪也跑不掉 我们的追击手段太多了 费手段太多了 还可以 大 下 我 我 那没孤立了不要上 你看这拨没孤立了 这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个老螳螂了 你在一瞬间就要判断出对手有没有被你孤立 刚才没有孤立 我们立马撤 有孤立直接上秒杀 所以作为一个老螳螂 你一定要能够 这个判断一定要有啊 而且要快 其实这个判断很简单 就是当对方有小兵或者英雄靠近的时候 在一块的时候他就没了 很多时候都是可预见的 所以是有心理准备的 像刚才那一波 如果你不了解螳螂 你会觉得我这个装备 你怎么不杀他 你怎么不上 对吧 你了解你就知道 那个根本杀不掉了 伤害低太多了 这波对面包了团 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尾 我们这个英雄啊 一定要打偷袭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英雄的特点 孤立无援的这个特点 所以他只适合什么 野区作战 偷袭单挑 这种他就厉害 因为你去打团 那边缘OB 残血收割 好那都可以 那些捞的 躺口水送上的飞机 所以啊 我们玩螳螂这个英雄呢 其实是了解螳螂 所以很多时候呢 边缘OB 大家呢 就会有个误会 觉得我们这个打团啊 只会边缘OB 那其实不是的 感谢躺口水的飞机啊 谢谢 这波我们可以偷袭一下 孤立无援 直接 好你看分开的 这是孤立直接杀 杀完继续 吸血孤立 你看 非常变态 他如果两个是在一边 你这波打不过 他两个左右两边 就可以杀 这就是区别 区别很大 你像这种 两个人抱在一块 没孤立 你上不了 那我就不会上的 你看 你看 这个孤立就一瞬间 你也不能上啊 当他们左右分开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了 那脱节 可以杀 看到没有 这逮到一瞬间的脱节 你可以上 这凯影他会觉得 我又闪位大 我三个人在这 你敢动我吗 对吧 那你脱节了 给我们有一秒钟的 顾虑时间 我就敢上 哎 好 我们可以回家 把这个仇恨出了 小龙要刷了 我们回家 出个约恨 直接拿龙 直接拿龙 我们直接打吧 对面肯定是不敢来争了 现在击杀 对我来说 意义不大 重要的是 这个小龙 我们先拿龙 赶快 不然龙的话 可能受不了 偷鞋 没人知道 我在这里 我被发现了 再把杀 突然觉得 对了 特别 过来 撕 你的 对了 咱俩 这是 咱俩 继续勾引,看情况 控针 拉开,勾引,继续 拉开,缓速,看他怎么说 勾引 拉到这里来勾引 插个阵也给他排 孤立,好,孤立 拉开,卧槽 拉得并不是很开 600 那边不要了 常见吧 火被终结 左边突然出了两个,我们没有试验,所以不好 提前预判 不是拉开啊,是裂开啊 我们大龙吧 这不秒开,那你错了 刚才那一波你说,哎呀 这开银这么脆,又被你孤立了 这不动他,因为他一大招 你没有算了他大招CD,你少了这个点 所以你会认为我猜 其实你在第一层 你没有想要画 他的大招 作用呢 是不被选取 出来,打个先手下大招的伤害的话 我就没了 先缓输 直接秒杀 像这波 就是鬼死 这波他就是鬼死 孤立 你看 我这么多血给他打 一下子都快打死了 对吧 更何况刚才 我那么一点血 是不是必死 你想一下 必死的 他大招是不被选取 我就没办法先守他 这波打不了 没人扛 我们先 我一点血 我三级大刀了 进化了翅膀 现在我们可以蜻蜓点水了 这波不太好打龙 我们血太少了 先捣一下 缓输 没事 孤立的蜻蜓 点 我吵 腿打断了 反应还是快的 直接一个E把我打下来 没点起来 加出个装备 我们就大龙继续做文章 大龙做文章 不用回来 等队友来吧 直接通 简直开始 有说法 他比我孤立的 他敢来吗 先拉开 好 但我并不走远 我并不走远 找拖鞋 发现我了 但是我队友来了 他们现在是拖鞋 但我没有后手撤的话 不要上 因为剑技有劳伦线 可以抵挡我的一切伤害 拉开 被骗了 非常好 细节非常的到位 非常好 舔得不错 天堂 好 大龙收掉 来 我们这波可以安心的吃大龙 没有成绩 但是不需要了 吹得有点深 赶快 我没有成绩 潘森来了 虽然他不太好强 但我们还在 逮到孤立 孤立 我在勾引他的队友 所以没有及时斩杀他 非常好 勾引成功 看到没有 这个就很聪明 这个就很聪明 你看 慢一点杀 骗个伞 不说 还勾引他一个队友过来 非常的有智慧 这男嘉然很肥的 八个头 我有吸血 第四条龙 我没有成绩 可以刑杀人 我回波雪 可以刑杀人 他的传身体 好 没事 这个龙的话 我们一个Q的神戒 伤害非常之高 我在勾引 好 确定没有被眼发现 我们可以 收掉 一个孤立Q就死了 还有隐身的 往这边拉 有意 直接腿打断 再跟上 这波的话 追击 好 再来 好 你扛塔 我来杀 缓速舔他 孤立Q他 收掉 思路非常的清晰 混战的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有点无敌了 其实对面打的还挺好的 说实话这种局他们应该是崩环的局 打的不错的 有点肥啊 先来这个吧 炼金同克剧炼剑 请问在不在 我们直播间有个观众的ID叫做炼金朋克剧炼剑 来我们推中吧 伤害464 有人说你这个感觉像是小呆 这已经不是小呆能够完成的 这个 又傻 飞天小螳螂 我现在 威慑力非常的大 我们这个是通天带 完速 落地一瞬间我们的伤害高达2000 非常恐怖 想好了 没有想法 没有想好 好 哇你看看这个伤害 有点离谱 啊 有点离谱 对面已然放弃了 有孤立 有孤立 就是说法 拉开 不被定住 定到温泉 有孤立 还要不然 对面 没想法 没有想法 大量 还要不让我 对面 也没有想法 我 最后 你要花个小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